平時外面吃龍肝豬腳飯就吃得多 今天加個豬臂豬耳朵 在家製作一樣超級美味又簡單 肉質軟糯 送酒送飯都一流 回鄉下挑一條靚黑豬 湯豬那麼殘忍就交給熱心豬肉腦 如果刀仔都掛不乾淨 就回家用煤氣爐探一探 吃下去才不會吉咀 然後將它們都飛一飛水 凍水落鑊落少許薑片和米酒真香去腥 煮熟後撈起來沖洗乾淨 爆香薑片蒜頭洋蔥 落一碗山抽或者之前養著的滷水 再落一碗清水 兩茶匙老抽賞色 一塊冰糖中和鹹味 覺得做滷水複雜 都是因為滷水料比較難配製 買得多又怕浪費 這樣可以試試配好的滷料包 一次可以煮兩三斤豬腳 有材料可以看屏幕的配備 配好的滷料又香又方便 將豬腳、豬鼻、豬耳放入滷水 有空翻翻 上色更加均勻 小火炆40分鐘 先撈起豬耳豬鼻 豬腳比較硬就炆多半小時 攤冷一點就可以切來吃 真的一邊切一邊流口水 豬耳的脆骨很彈牙 黏著一點爽肉 越吃越過癮 滷完滷水是精華 煮滾後攤冷放冰箱 可以放幾天 下次做滷水就可以繼續滷 我是小喵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 點個讚 我們會再次的天 infect到櫳火炆40分鐘 所以第幾個月